財經點滴潘碧雲 政府大喊十地說要全民找地 在市區找到多少都要用來建公屋 大大塊的又起 小小塊的只有單堂的公屋照起 急得這樣 為何又不收四宿捐的地呢? 特首梁振英一卵嘴幫自己給成績表時 說明現在已經沒有人再說官商勾結 反映了他與發展商要劃清界線 甚至要針對著杜絕地產霸權而推行政策 當人有能力又懂得為自己爭的時候 很多時就會被人救病 因為你有,人家沒有 那沒有那個,自然希望其他人都沒有 那自己豈不是可以沒那麼壞? 甚至即使沒有成功,但也不算是失敗 香港人接受教育的機會很均等 讀不讀到書,爭不爭取到機會 就好視乎個人 我遇到過有些人雖然很努力工作 去過很多地方見識過很多 但很可惜,見識完之後 只是用來炎耀自己有多威 吃過在北極新鮮釣的三文魚 那又怎樣? 整個過程,他連新鮮釣到的三文魚 和在香港吃到的三文魚 單是魚肉的顏色 一個白,一個紅 那他都沒有留意到 那他去北極做什麼? 人家事業趕過他頭 他說要全職做義工侍奉 當他生活無憂的時候 又說自己不用讀書 連大學生都要under他 有飯吃飯,沒飯吃就等天安排 有屋住屋,沒屋住就等人養 那搞法,香港用了地去建公屋 建極都不夠住了 這個原本是用來改善勤勞的 香港人生活的十年建屋計劃 就是因為越富樹越冷待的定律 成為四十年的浩漢工程 結果到現在,無聊無期